多少人像小编一样 日夜思念着奔跑吧兄弟下一季的来临 不仅情节 游戏比较吸引人 就是光看跑男们聊天 就能笑上一期啊 虽说在奔跑吧里跑男们一个个看着像解放天性似的 但他们还得归这么一号人管束 那就是在下面拿着大喇叭的总导演 除了不拍奔跑吧兄弟 这位导演还时常晒自己的自拍 今日发微博问道大家现在对什么新鲜事物感兴趣呢 难道这是在未奔跑吧做准备 想收集更多有趣的游戏和话题 假装不知道你其实想晒自拍 看见这模样怎么觉得这么眼熟 有些像张大大 而且是戴眼镜版的张大大 别说 这种孤独撅起来的小嘴和这脸型 发型还真有得一拼啊 没行到幕后的总导演也是一表人才呢 看着更有些文艺青年的感觉